想起金馬奔騰 就知道電影界的年度盛世即將到來 金馬六時暖身中 互動展區也開跑 我們歡迎金馬以後謝盈軒 金馬以後來開場 身穿超俐落黑色西裝褲裝 謝盈軒化身展區導覽員 帶領大家來互動 順便重溫走紅毯美光燈 我們走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所有的攝影機 在你身上閃爍 我走進去的時候就很像 自己在走紅毯的感覺 突然會想知道 今年的得獎者是誰 從第一展區的閃光燈和歡呼聲中 民眾可以體驗巨星待遇 上面跑馬燈記錄每次得獎的人 能夠盡情耍帥耍美 接著進到時光廊道 裡面有金馬走過59年的所有家機 金馬之最有哪些人 帶大家一一了解 而重頭戲在最後面 這個展區最讓人值得期待呢 就是我手上這個金馬獎 這個呢雖然跟真實的大小不一樣 但是重量是一樣的 人人都可以站在這個背板前面 當一日最佳男女主角 剛剛在那個有燈燈鬼在跑的地方 感覺很像在參加電影的感覺 第一次來然後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 就是他就是有單獨就是把過往的一些 提名的獲獎人或者是導演都有介紹出來 連線影圈都忍不住再次體驗 領獎時刻浮誇表情 笑凡眾人 展區還特別設置小遊戲 能夠收集彩蛋 換取金馬壁和小咖啡杯 讓民眾一起感受 金馬獎在華人電影圈的地位 TBS交換文靈日文台北長寶島